文美集团美国声学正通车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首档大型的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声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有任何的美国声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在现场解答你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腾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提供大学申请以及是规划的服务 全美有12家的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也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你来添加 小红书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那么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刚才万博士其实说了很多 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一下万博士 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这个对学习可能天生他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天赋 可能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呢所以如果是对于这样的孩子的话 他又在比较合适的年纪 您是否会认为通过走体育这条路可以来获得大学的青睐呢 我们下面请万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好的谢谢主持人 那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美高的学习的生活中 这个找到自己的特长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特长不一定是学习 那么通过这个大学的整个招生 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讲啊 大学在寻找的各种各样的人 你会发现这种人都是什么 都是在某一个圈子里能够独占凹头的人 那越名的学校他对你的这个圈子要求越大 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是不是那相对竞争没有激烈的这些学校 可能对你的这个这个出众的这个这个这个圈子的大小 就会稍微小一点 是吧 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分寸 但是无论如何永远都是在寻找那这个群体 某一个群体里面能够让你闪耀的 那对于我们一个学生个体上来说 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成长的角度上来说 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特长 能够一个擅长的领域能够这个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来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不是所有的孩子他都能在所有的领域都特别好 那往往我也有这样的判断 包括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文科各方面这种社会学的知识 我非常喜欢 我也非常喜欢读书各方面干这些事情 但是理工类的一些东西 我真的是不开窃 我真的是不开窃 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的抽象思维或者运算的这些能力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每个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的天赋和闪光点的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一定要及时的发现这样的闪光点 最怕的就是以卵及时啊 那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华人家长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对比啊 就是对比说哎呀看别人家的孩子这方面怎么好 咱们要去跟他学咱们要这方面好啊 这种这种对比啊 这种其实对孩子是不太好的 那容易反而是容易打击自尊心 为什么别人家这方面好 我家的孩子我就一定要这方面也好吗 这个没有必要嘛 对吧 那这个咱们中国人说求同存异嘛 是不是 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人生 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选择的这个需要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的理想也不是不太一样的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去发现 每个孩子的个体的他的兴趣 然后呢能够有所发展 那确实是最好的方式 那很多家长又说了 那说哎呀我发愁啊 我们家孩子你问他什么 他都说行 你问他有什么最喜欢的 他也说不上来 这怎么办 哎呀我这发愁啊 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不行啊 是吧 这个都不知道 那个什么 你看人家的孩子都有理想 要搞计算机了 这刚几岁就就就要决定要搞计算机了 我这怎么这还不行啊 对不对 其实问题在哪里啊 问题其实不是在孩子 还是在家长 那我要问问家长 你给了多孩子多少机会去见见世面 你给了孩子多少机会 你说啊 孩子你以后想干什么 你怎么连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真是愁死了 问题是说孩子的世界是你给的呀 孩子在高中之前的这个阶段 甚至你们家的每次旅行都是你来安排的呀 对不对 孩子的眼里有世界有多大 是你来控制的呀 所以孩子的世界里没有这部分东西 其实归根到底是家长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世界 你也没有给他一个让他去分析去选择 这个是他更好的选择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家长 在对子女的教育的过程中 抽出来宝贵的时间 能够多带着孩子去看世界 多带着孩子在某一个领域去发展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咱们说中国的很多古话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这句话真的一点都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太有体会了 我开会 我跟孩子开会 我跟家长开会 真的是你很少见到说孩子的性格和家长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巨大反差的 很少 但是性格非常类似的却极多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家长有的时候你在责备 孩子他在某一个领域没有特长的时候 你应该想想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掘去探索 那怎么去探索 尤其是在更小的年龄段 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去体验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孩子能够告诉你 我有这样的选择 我知道哪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对吧 所以你给了他什么样的世界 就决定着他能够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所以我觉得在孩子在寻找自己的目标方向的时候 越早的确立越好 那除了学习之外 很多东西体育天赋 音乐天赋 艺术天赋 是吧 或者说是单独的就靠某一个数字 我甚至提不上某一个特别专业领域的天赋 但是我对某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 我对颜色或者说是我对数字 或者说是我对某一样的一个声音的敏感 都可以创造出一些价值来 那么我们要去发掘 去不要以卵基石 而是说发掘孩子的优势 并且加以壮大 这样的话 你顺着自己的优势去走 总比你去学别人 永远在学别人要学别人成为最好的别人的那样的东西 效果要好得多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这个真的是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些选择 性上的一些东西呢 这个大家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进行选择 那么家长应该是最了解孩子的 如果是说你觉得还是有疑惑的话 也可以来找万博士来聊聊 相信他会给到您很具体的一些建议 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文美集团 他们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那么藤校申请大满贯 那么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来提供大学的申请 还有规划服务 全美呢 都有12家的办公室 7天营业 那么万博士领先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来提供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频来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谢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直通车 在每个周五每期时间的中午1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